让他杀个鸡他都不敢 你说就这人 你说他能干出杀爹娘的事来干什么 晚上好 我可爱的臭宝们 今晚我要讲一个奇葩案件 一个长得像禽兽的男人 残忍杀害了自己亲生父母 其母亲被他用数据线活活勒子 父亲更加奇才 被他用榔头连击十几下后脑 脑骨凹陷进去 脑浆混合血液 顺着后脑流了下来 那场面就连我看了都渗人 究竟是怎样的一只禽兽 能违背伦理 残害亲生父母 案发地位于辽宁省大市桥市 高坎镇下途台村 2009年初正值新春佳姐 村民老孙一脸愁容 起因是他哥哥老两口 失踪一年多了 可据侄儿孙亮叙述 父母两口子到四川打工去了 侄儿的话简直了 骗傻子也不是这样骗的 哥嫂都六十好几了 这年龄外出 显然不符合常理 谈话间 老孙提议去礼物愁愁 直席见人牵着一只大狼狗挡住了去路 他怒视老孙赶紧离开 否则他就放狗了 回去的路上 老孙怎么想都不对劲 最终他走进了派出所 警方经调查发现 孙长久夫妇压根就没去四川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两个这么大的活人 不可能凭空消失 正当众人胡乱猜测时 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父母的失踪 孙亮不但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开始倒卖家具 但凡是值钱的 他一律卖掉 从三轮车 再到二手拨鞋 就连家里的宅基地也给卖了 孙亮如此反常的举止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侦察员火速赶往孙家 在孙家门口 侦察员闻到了一阵鼻刮鸡蛋 还要难闻的恶臭味 那味道直冲脑门 细口终身难忘 警方本想进去一探究竟 奈何目前没有直接证据 一旦冲进屋里扑了个空 那就该死了 肯定会打草惊蛇 循迹追踪 警方将突破口 锁定在孙亮妻子见人身上 果不其然 在他通讯设备上 截获到一条短信 这不看还好 一看我当不失了 被吓尿了 该短信上的核心内容就一个 他把人给杀了 这个他是孙亮 这龟孙把自己父母给杀了 不多时 大师乔氏刑侦大队 一行三十几人 戴着双层口罩 冲进孙家 此时此刻 孙亮浑身发颤 他屏住呼吸 说了一句 我杀了我爹娘 就在这时 父亲孙长久从外面回来 孙亮面露凶光 他绕至父亲身后 举起榔头 不带任何喘息 朝着父亲的后脑勺打 途中 其父亲还跪在地上 恳求儿子放过自己 可这龟孙是沼泽里的鳄鱼 毒到了骨子里 他视而不见 他越打越狠 直至脑浆崩裂 父亲惨死在血泊中 就这样 一对年进花甲的老两口 死在了儿媳跟儿子的屠刀下 害人听闻 不言而喻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 还在后面 杀完父母 孙亮是气定神险 他把父亲埋在自家的火炕上 由于空间有限 放不下两具尸体 没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他把母亲扔在厨房里 用一块塑料布盖上 事后 孙亮把门窗全部封死 他与死尸作伴 拎着妻子 俩孩子 依旧生活在屋里 这一住就是一年 期间父母的尸体爬满了尸虫 恶臭弥漫 他们丝毫不在意 这样的场景 你该想象吗 面对审讯 孙亮悔恨不已 他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从小到大 他都是被捧在手心 虽然小时候有些调皮 但他从没犯过大错 对父母更是言听其从 我父母说啥 我说一一 我从来不说二 也不敢说二 虽然我家里就我一个 我自己是毒上纸 我关着我 那我也不敢 乍一听 孙亮还算个乖宝宝 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那还得先挖根 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2002年 孙亮娶了邻村的贱人做媳妇 不久后 夫妻俩生下一对龙奉太 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 可没多久 问题来了 贱人的猎习显露了出来 他发来张口 一来伸手 最关键是 他迷恋上了大牌 一天是24小时 他能打23小时 剩余一小时用来偷婆婆的钱 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下台村 贱人是著名人物 是远近皆知的三无媳妇 这样的儿媳 公婆自然不喜欢 当然 贱人也看不上公婆 她认为作为长辈 理应为儿子服务 赚的钱 也必须交给她管理 当时 听完这番话 公公气得掐自己人中 婆婆吃就今晚 孙亮家在中间 里外不是人 媳妇那边她管不着 父母这边她不懂沟通 这时间一久 双方没少打仗 很多时候 孙亮都是选择逃避 靠着酒精度日 面对着无理的儿媳 最终公婆搬了出去 自己租了个房 而贱人更是得寸尽致 她怂恿孙亮一天打两份工 拿丈夫当牛稿 她自己则天天打牌 孩子一天吃一顿 在贱人心里 孙亮永远达不到她的要求 于是她多次提出离婚 而孙亮死活不同意 她太爱贱人了 爱到了骨子里 以至于每每贱人提出要求 孙亮都会满足 最后 贱人撂下一句狠话 不离婚可以 那你就把你父母给杀了 起初 孙亮以为妻子是在说笑 可后来就不得了了 贱人开始三番两次怂恿她杀人 在贱人一次次的刺激下 孙亮逐渐失去理智 她心里的天平开始倾解 杀害父母 成了她维持婚姻的筹码 2009年1月5号 这天上午 贱人和孙亮将父母结了回来 刚进到屋里 孙亮便来到母亲身后 可她怎么也下不起手 就在她左右为难时 贱人出现了 她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孙亮 让她赶快动手 并拾一炕上有根数据线 孙亮被蒙蔽了双眼 她鬼使神差地拿起数据线 套住母亲的脖子 双手一松一紧 将母亲活活勒死 杀完母亲 她用榔头 将父亲硬生生打死 贱人将公婆的尸体处置好后 然后开始变卖家具 三轮车 四万斤水道 卖了五万多块钱 结果一年之内就挥霍一空 然后他们又开始卖宅基地 直到东窗事发 俗话说 小杨贵辱 乌鸦反哺 生而为人 为何有些人 一出生就是个魂球 最后说点臭宝喜欢听的 孙亮被判处死刑 贱人被判无期徒刑 对于这个判决 你满意吗